好 為大家介紹一下競技場的這個新的獎賞 它就是復刻的卡 秀泰這張卡 那雪菜的部分我已經有做分析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秀泰到底要換 因為它算是復刻的 所以要換一張要800啊 非常的貴啊 非常的貴 跟資生田幸村一樣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技能 CD3 它對啦 它這張卡之前的玩法是跟三五仙座 可以可以玩那個勇動機嘛 那我們以前 以前的玩法現在就不講了 我們講它 現在比較適合的 應該是放在幽珠隊 因為它是 幽白書出來之後剛好推這張卡 滿技是CD3而已 然後會轉 三個角落的符石轉為 3D水 3D光 3D星 那都是幽珠隊用得到的一個 珠子 所以它非常適合放在幽珠隊 當一個短的 短的小爆發 CD3的小爆發來使用 或者是說你卡星的時候 也可以開 秀太 我覺得 蠻好用的 因為幽珠隊是人妖魔嘛 然後它剛好是妖精 所以它 蠻適合放在幽珠隊裡面的 那放在其他隊裡面的話 像素環珍也是可以 只是它是妖精 妖精類 我覺得素環珍放它可能會有點 血流可能會有點太少 但是它也是可以放在素環珍裡面的 另外它也可以配合 三張五仙座 做一個這個勇動機 因為五仙座它是會那個 誒是五仙座 對吧 對啦三個五仙 因為五仙座有減CD 可以一直開 一直開 一直開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我覺得有玩幽珠隊的 可以換 可以換 當作一個短轉 不過你 因為它是復刻的關係 一張卡的這個 戰賞需要 八板 有點貴 所以你要把它吃到滿 有點 比較麻煩一點 好 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接下來有幫我按個喜歡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